有宣布疫情延長一年的同一天 那現在呢 美國有宣布說對台均售 1.8億美元的M136火山布雷系統 難道台海有事 美國就已經把台灣設定為戰場了嗎 更多內容我們把時間交給陳佑 各位到現場 我們這次邀請到立委賴士堡 來到現場委員早安 大早安 我們繼續來看 美國又要均售台灣了 這一次是均售這個 對於陸地上面的火山布雷系統 但是這個布雷系統 聽起來就是在台灣的地上 這樣擺地雷 雖然這個地雷並不是針對人 主要是針對車輛 但是美國又均售台灣這種東西 到底是把台灣當成什麼了 把台灣當作它的火藥庫 而且是它講得非常清楚 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 講相同的話 那就是它對於台灣的幫助 就是烏克蘭模式 烏克蘭模式 我認為是比烏克蘭模式還不如 因為烏克蘭它的武器都是美國提供的 台灣是我們要買 差一大節 差一大節 這個我認為我們是烏克蘭 那是萬模式 就是武器我們自己買 然後仗我們自己打 美國就提供賣給我們武器 我們自己打仗 你可以看吧 原來不是說要給我們五年一百億的送給我們一百億美金買軍備 後來發現不是啊 是貸款啊 因為美國國會說台灣的很有錢不是問題 所以應該自己買 改成貸款 所以清楚的很清楚的看得到 這個它把我們當火藥庫 而且這些軍火我們要自己買 台灣實在是這個很不划算 這筆生意 所以應該就可以說是口惠而食不至嘛 一開始在那邊說我要提供你這樣無償的軍援 對啊 對啊沒有錯 而且原來講無償的軍 原採無償的軍備 現在變成是貸款的軍備 另外一部分就佈了這麼多雷 這個雷啊 你說是給車輛 萬一它裡面的敏感度提高 然後變成人比較多 走過去的話 會不會那個人 很多人相當於車輛的重量就炸開了 這個東西我們不知道 這個完全是讓台灣 突入一個很大很大的風險 那就是台灣 整個台灣就變成很快的變成一個戰區 這才是我們所關心 所擔心的 而且現在來看 美方還同意說要軍售我們這個刺針飛彈 就是再添購刺針飛彈 還有這個海馬的這個火箭的這個系統 那所以這樣子一直好像在放給台灣說天購軍售 那這樣的話這個委員到底怎麼看 蔡英文一再地喊說要避戰 但是我們卻一直買武器 一直買武器還自己花錢 我還是強調 美國從烏克蘭的一個戰力裡面 他發現說武器給得太晚 武器如果早一點給的話 這個戰況可能不一樣 但是問題就在於他對遊客人是送的 對台灣賣的 我們就花錢 然後製造緊張 製造兩岸的這個讓台灣海峽變成全世界 最容易著火的一個戰區 所以這個實在是要讓蔡政府應該好好的聲勢 這個對台灣是不是好 對 所以他一直說備戰才能夠避戰 然後現在還改這種和平保台的論述 結果偏偏又在兵役延長的宣布的那一天宣布對台軍售 這部分是不是真的很矛盾 這兩個作法不一樣 蔡英文拼命的備戰 來比戰他所謂的 賴清德講說和平保台 那怎麼和平 你拼命的買武器 那就是要打仗了 那這樣子的話兩岸怎麼會有和平 這是矛盾 好 我們今天謝謝委員的寶貴時間 謝謝委員 好 看到在這個宣布兵役延長這一天 那個美方就直接就宣布要對台軍售了 這一些火山的布雷系統 那這些地雷如果真的不小心炸到人呢 那不是就是美國可能就把台灣烏克蘭化 甚至變成了一個戰場了嗎 所以剛剛委員也特別提到 台灣如果烏克蘭化也不是完全的烏克蘭化 是烏克蘭化的-1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還要自己買武器 那這樣的話 那麼美國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為台海和平穩定而著想 還是呢 完全都是為自身的利益而著想呢 就像我們這一節的國會最新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銀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 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才是最划算的 太多 之前沒問題 不可以購買才購買才那